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圣经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五节,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 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义,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临摄如同自己 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 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他们搏取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立位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磁巾,上前用油和酒 倒在他的商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身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去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铃声呢? 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耶稣走街看向,游走于各城市乡村,传天国的福音,讲天道,讲真理真相 分享这个规则啊,什么是神,神国的道啊,神国的这个理儿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旧约圣经啊,新约圣经里头都描述出来了 这个法利赛人,撒走该人啊,民间的长老祭司长啊,文士博士等等,律法师啊,这些人呢就以这个宗教为产业,那个吃这个宗教饭的嘛 那么由于他们被魔鬼,就是被物质所迷惑,沉溺物质都不能自拔,用魔鬼的理儿来给大家讲道理,把理儿讲歪了 那么影响到他们的利益,那么耶稣来来是要正法,要跟大家分享真正的道理,也就是真理,天国的福音,讲真正神的道,神是怎么回事儿,人是怎么回事儿,人跟神有什么关系 哎,那么就所谓的天父人子嘛,那么讲神国的道,那么不然就影响到这些人的利益,因为原来讲的是理儿不对嘛,但是又不愿意去给 耶稣呢,耶稣呢,讲的呢,觉得也不接受啊,反正不明白道理,那怎么办呢,就背后下死手嘛,所以最后耶稣被钉十字架嘛,约翰也是被砍了头 那么这些人呢,就感觉到了来自耶稣的这个所谓的威胁,因为耶稣来了以后,把真正道理跟大家讲出来了 自然影响到这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吃祭祀饭的嘛 其吃这个大家的供养的,他的听众就少了呀,大家都认为真正的理儿,都按照真正理儿去做了 那么按照温瑞协说的这些人就,供养就没了嘛,就减少了嘛 那么这些人肯定会顽固不化 那么所谓的这个律法师呢,就是 这个像今天的这个律师啊,差不多 专门研究祖上给子孙留下来的这些规定啊 遗训的啊,也就是说经典 那么按照犹太人,以色列人的传统理解就是 专门赞言这个古典经文的啊,旧约摩奇五经啊 这个以赛亚书,以利亚书,以利沙书啊等等 这些什么古圣前贤啊,留下来的著作传道说等等 那么这些上面都有规定啊,研究这个东西 那么祖宗认知肯定有到对的地方嘛 呃,就是他们对这个特别的精通啊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讲的所谓的国学,国学文化 四十五经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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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经典文章啊 祖宗留下来的这些文化遗产 那么这个人肯定是,呃,某种程度上讲啊 呃,对这个旧约圣经啊啊,那都是不能说道悲如留下差不多吧 还是比较了解 那么,嘴皮子也是肯定是很了得 呃,律法师嘛,能说能讲啊 那么,他们在对耶稣进行反击的时候就要跟耶稣去辩论啊 攻击耶稣啊 刚开始呢,就纯粹是辩论啊 就用佛教的号叫辩经啊 呃,辩法 哎,那么就是辩论 再后来呢,因为辩不过目 呃,呃,在真理面前是立不住的嘛 站不住,那怎么办呢 就最后,呃,呃,背地使办的嘛 啊,下黑手啊 就把耶稣罗列一个罪名啊 把他钉了十字架 那么在这,这钉十字架之前呢 那就有这样一些所谓的试探 试探是什么 在后面要表明他用理实际上就是争论啊 这辩经辩论 哎,你说的不像 就像我们今天也是 好多人也在辩论 辩论什么呢 呃,什么是 嘿嘿,怎么说呢 呃,说白了 就是那个问题啊 人从哪来到哪去来干什么 呃,人怎么成佛 成菩萨 怎么成道成仙 呃,怎么成圣 呃,怎么天人合一明心厌性 呃,人是怎么为事 也就是这些啊 无怪物,无怪物这个范围 那么这一个对法师 起来就跟耶稣辩论 那这些都是属于他们的优秀啊 精英啊 那么就起来辩论 辩论就 呃,那先 立一个命题啊 你看看你怎么着 就跟耶稣你怎么理解 那么就从某种程度上 就是或者挖个坑 或者 呃 就是设一个陷阱 前面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嘛 弄一个人啊 嘿嘿,说 哭干了手啊 看看安息日你智不智啊 你这种都是 呃 一些这个怎么说呢 下 呵呵 下三路的动作啊 嗯,在这呢 这下三事不错 所以经书 也就是这个福音书啊 有记载 那么他就起来试探耶稣 就是考耶稣 或者是跟耶稣一辩论 那么就说 父子啊 比较客气 比较又礼貌 看来这个 这一次辩论呢 呃,是 嗯 比较友好 在,嘿嘿 比较 那个真正正正的 想去明白 道理的 这个基础上啊 有明白的 有不明白的 去辩论的 那么一个 争论 一个辩论 那么 父子嘛 父子就是啊 老师 或者是说 圣人啊 懂事的啊 成功做成人的人 可以叫父子 在这我们就说 老师啊 我该做什么 才可以成熟永生 嗯 我们前面跟大家分享 成熟永生 就是指复兴复活 啊 这个自由 这叫成熟永生 其实人都是不死的 神都是不死的 啊 什么叫永生 永生就是 不再这个被外来所干扰啊 你再怎么着 我就永远都是这个样子了 啊 境界提高嘛 那么也就是说 尽神的果嘛 得自由嘛 就是 原来是圣洁的啊 经过滚滚红尘的洗礼 经得起滚滚红尘物质的诱惑 啊 和物质的关键的诱惑 能够独立于物质以外 你怎么管都没有用 啊 境界提高 那就是永生 怎么才能进神的果啊 那么 耶稣就对他说 律法上 你不是律法师吗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怎么读的呀 啊 就用反问的形式来 变嘛 那么你怎么读的 那他就回答说啊 这个 怎么才可以成熟永生啊 这摩西五经里头有啊 旧约里头有 就是你尽心尽性尽力尽义 爱主 你的神 这所谓的十大诫命之一啊 最大的诫命嘛 就是尽心 尽性 尽力尽义 哈哈 这个心 性 利益 其实是一个东西 就是神 哈哈 尽全力 啊 尽主 啊 我们在这说 后面这说 还有有主吗 爱主吗 主什么是主 说白了就是主人 啊 我们这个身体的主人 谁在操控这个身体呢 那就是这个主人嘛 身体的主人嘛 所以叫主 那就是核心 背后真正的东西 主 所以也是上帝 也是神 也是那个真正的自己 啊 为各个每个人的独立的 唯一的真神 都一样 所以主也是 后来 这个主的意思 就演变我们汉语 就是他主人啊 都是一种概念性质的东西了 那么实际上 这也是就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那么我们说个身体 人形肉身 人皮的主人是谁 那不就是神嘛 你肯定不是说 人皮和物质肉身 和主是一样 肯定是不一样 那属于他的 目的程度啊 就是指灵魂 那么爱自己的灵魂 也就是自己的神 你的神 那么这个心性利益 其实也是 那个 只不过是祖宗们用他 来描述啊 另外的东西 就是这个神 这个主 这个东西 其实 怎么说呢 祖宗认知 为什么叫尽心呢 认为心 就是真正的那个自己 因为他能动 哎 你看没有 人 那这个心不动了 人就死了 那他是 那他是真正的自己啊 所以认为是心 那后来演变 那是心脏嘛 以后跟大家分享 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祖宗认知 心就是自己 性性也是如此 就是从心里产生的 啊 称之为性 啊 起心动念 称之为性 那么也是啊 也是那个 从真正自己 从神那个地方 其实也是神 利 这也是啊 人的真实的东西 也就是利 这现在科学的就是叫利 那么义呢 利啊 这个 嘿嘿 以后跟大家 我跟朋友分享啊 那以后 去跟大家详细的讲解 为什么是利 还有义 我讲义 因为有些朋友也 以前跟我讲过 你啊 你还弄个词 义啊 就是灵魂吗 就是谁吗 就是原因吗 就是什么 其实祖宗呢 我们的文化里头也就是啊 义 所以叫义 实 那就是非物质的东西吗 一样 这就是祖宗用各种各样的词 各种各样的语言 来这个意思 来表达 因为我们人类约定了这个语言嘛 那么表达不清楚 但是大家能够相互去印证 那么说白了 就是尽一切的 去爱护自己的主 自己的神 主就是神嘛 所以主同神 爱主就是自己的主 爱你的神就是自己的神 那么怎么爱呢 那么 这个啊 有 要脱开 去讨论 要讲 确实很多 任何 其实呢 真正的道理啊 人来干什么 这就是人的任务 很简单 要尽心尽心尽力 尽意 爱主 爱自己的主 爱自己的神 爱自己的真心本性 爱自己的良心良知 爱自己的那个灵魂 那怎么爱呢 什么是自己的灵魂呢 那么这就也是问题 因为后面 这一个 又说嘛 又要爱灵舍 如同自己 这个 律法师呢 就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灵舍嘛 那么其实他们辩论的还多 那么耶稣就说了 又要 爱灵舍 如同自己 这就是旧约上里头 有这样的经文 大家自己去查 那么耶稣说 你回答的是 你回答的对啊 你这样行 就必得永生 你不是问 怎么能得永生吗 你就这样做啊 尽心尽灵 尽力 爱主 爱您的神 又爱灵舍 如同爱自己 那你就是 就得永生啊 你这么做 你就得永生啊 那人要显明 自己有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这句话 他有他的理解 那么耶稣 跟大家讲 有耶稣的 告诉的真理真相 那么 他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灵舍呢 那么 爱灵舍 如同自己 那谁是我的灵舍呢 哎 这是个问题啊 实际上 这说这句话 很简单啊 怎么能得永生 尽心尽灵 尽意尽利 爱主 你的神 又爱灵舍 如同爱自己 那问题就来了 这是一个 道理 就就就就 这句话就完了 那具体到怎么说呢 那你要把它弄明白啊 第一 什么是灵舍 自己又是什么呢 还有什么是神呢 什么是主呢 什么是爱呢 这里爱 问题就多了 这信心量就大了 所以我们要去弄明白 什么是爱啊 那么爱 那什么是恨呢 什么是主啊 什么是神呢 人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是灵舍呀 灵舍 那么你在 这就要所谓的 孔子作讲 明不正言不顺 一定要证明 什么叫证明 就是把概念搞清楚 大家共同约定啊 什么是主 什么是神 什么是灵舍 什么是爱 那大家负责一个定义 我们就不至于 哎 鸡同鸭讲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因为你对这个事情 对这个动作也好 对这个名词也好 对这个概念定义不同 就说不到一块去嘛 所以就会碰到这种 哎 这么论 因为什么 理解的不同 你摸的是脚 他摸的是尾巴 不是一个东西 你怎么去印证啊 怎么就像 就是那个东西吗 不是 肯定不是 那只是一部分 所以孔子在说 名不正子言不顺 言不顺子道不明 道不明的不能行 等等 那我不会背 但是论语里头 我们都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要证明 证了名言才能顺 这也是个律法师 这也是他也跟耶稣就辩论 哎 什么是 灵舍呢 那么耶稣啊 就其实也是跟他讲 啊 就 打了一个比方 有一个人 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 下耶利哥 上下 无所谓 耶路撒冷大嘛 到小地方 也都叫下 落在强盗手中 这个故事 就是被包了衣服 打了个半死 丢下走了 抢东西抢街 抢脑走了 结果偶然碰 对了 其实就是 有一个祭司 从这条路上下来 也是从耶路撒冷下来 也走这条路 看见他了 就从那旁边过去了 假装没看见 就冷漠无情 嗯 这是说祭司 又有一个立位人 立位人也是祭司 因为祭司啊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立位就是祭司派 他们掌握着祭司 他们属于祭司的支派 他们可以得十一奉献 等等 这都是 大家自己去 查阅旧约圣经 那么实际上也是祭司啊 也是十二个支派之一嘛 也到这个地方看见他 也照样从那边去了 这些人都是吃别人 共粮的啊 包括祭司 包括立位人 那么都过去了 没有啊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呢 那就不是 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如果是啊 那都会表明 那么撒玛利亚 在他们看来 在以色列人看 在犹太人看来呢 就叫一帮人 实际上 他们也都是一个祖宗 什么磨牙人啊 等等吧 这都是 在亚伯拉罕那时候 他们都是 那以色列犹太的十二个门派 是亚伯拉罕的孙子 以后分出来 那么亚伯拉罕 他不止呢 不止一个以撒 还有雅各的弟 哥哥呢 还有这个 亚伯拉罕的弟兄呢 往前 那不都是一个祖宗吗 以色列的 经济以色列的记载来讲 还有一直到挪亚 亚伯拉罕是挪亚的 十一代子孙了 所以呢 咱们其实都是一样 但是呢 以色列和游天人呢 就从雅各啊 以色列那个地方 分成了正宗非正宗啊 所以以色列的啊 就属于他们的那个 支配 而其他的都属于一帮人了 就是说 有外帮人 就意思不懂道理的人 因为什么 旧约里头记载 所谓神的祝福 从亚伯拉罕 从开始 得到神的祝福 其实亚伯拉罕 得到神的祝福多了 一个是麦基西德 也祝福他 还有这个 耶和华神 等等吧 那么他有祝福 所以传给 他的儿子以撒 以撒又传给以色 准备传给以色 结果叫雅各 给偷了去了 半晚 那么一碗红豆汤呢 把长子名份 这个卖了 完了以后就骗了 那个神的祝福 所以啊 他们就这么传下来了 亚伯拉罕 这些大家自己去读旧约 都能查得到 那么撒玛利亚人 在这意思就是强调这个事 啊 他不是以色列人 犹太人的啊 那是属于外邦人 那么 一来行路来到这里 看见他就动了 色情 上了油 前 这个因为祖宗那个时候认识到流血 受伤 就摸点油 垫打损伤油吧 还有酒消毒嘛 破了皮的地方消毒 祖宗都能慢慢认识到这些 到今天我们消毒还用酒精呢 啊 那么这一样 倒上做包裹好了 说他切上自己的身口 驴也好 马也好 骡子也好 牛也好 啊 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拿出钱来 交给店主 两千银子 两千银子当时 据说啊 那一千银子 那都是一个月的工资 那么两千银子 两个月的工资 嗯 你想想拿出两个月的工资来 啊 这个点不够 一天照应的不够 我再回来还你 那么也都就 接着问 你想这三个人 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铃舍呢 这个呢 说几乎是两种语言文字翻译 那么在这呢 语言 好像是说 啊 这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 这个人的铃舍 实际上 耶稣不是这么问 啊 这个 我们展现这么讲的 绿法师就讲了 说是怜悯他的 那么耶稣说 你去照样行吧 那么 照什么样行呢 这也没交代啊 其实呢 这一段经文 啊 是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记录的不全面 啊 叫人感觉到呢 这就所谓的 名不正言不顺啊 名不正的言不顺 这也是牵涉到这个问题 没有正法 尽管他们在辩论这个东西 啊 什么是邻舍呢 谁是我的邻舍 那么邻舍是谁啊 你要讲清楚啊 那定义啊 那么 嗯 当然了 也辩论什么是神 什么是主 啊 耶稣肯定也都讲了 在这点上 在什么是神 什么是主上 哎 他们没有分歧 那么耶稣讲的道理 他们也认为 实际上 也是 那么在这 这个主是神 后来就说 就是耶稣 就是啊 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基督耶稣 哎 完了以后呢 说啊 要爱耶稣 爱基督啊 就是爱耶稣啊 就是爱主了 实际上 那个时候不是耶稣 不是说我是神 他是光 是道路 那就是他明白了那个道理 而不他 他也确实实就是 人人都是神嘛 那么他只是宣讲 那么明白道理 明心见性 神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人 那就是神 就是天父 就是都一样的嘛 天父和人子就一样了嘛 那么他是神 其实其他的也是神 在这一点上 这个神应该是 耶稣也讲了啊 那么在这里没有引起争论 那么包括爱 爱是什么 这里面也没讲 也没去 其实这个辩论 既然有记录 就应该是比这 就简单几句话要多 那么再就是辩论 怎么是这个临摄 哎 什么是临摄呢 这是这个律法师提出来的 实际上耶稣也讲了 什么是这个临摄 临摄就是邻居 邻居是邻居 任何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邻居 耶稣都能讲出来 任何人都是我的母亲 都是我的弟兄 那是一样的 那么什么是临摄呢 这就跟这个律法师有问题 而这个律法师的意思 就是能够这个撒玛利亚人 能够怜悯 这个 被打了半死 被抢到 打了半死 抢劫了的这个人 才是 领摄 这个 所以呢 要去挨插 因为什么 他帮 帮过 这是就是 这些律法师 法利赛人 撒走该人 民间的长老 祭司长 文氏 博士们的 道理 所以他显示他有道理 那么这一段争论 由于是三四十年以后 大家呢 记着 耶稣跟这个律法师 有这么一场辩论 那么也记不清楚 也没理解得了 所以呢 记录的 就这么残缺 那我跟大家还原一下 大家用自己的心 自己去印证 自己去思考 其实这些信息都在这个经文里头 那么律法师 却因为为了要打击耶稣 为了抗衡耶稣 为了这个 羞辱耶稣 就要搏倒他嘛 就要跟耶稣去辩论争论 那么就提起啊 最大的贱命 这个都提过啊 最大的贱命 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 耶稣讲的 那么在这呢 是爱邻舍 那么爱人 人是什么呢 这是耶稣说的 那么在这就 就约圣经上 叫爱邻舍 如同自己 那么就牵涉到 邻舍啊 是谁 耶稣都告诉我们 要爱仇敌的 所以耶稣 不会就讲啊 这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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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 这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这句话 一是翻译上有问题 二 也不是这么问的 耶稣问 这三个人 哪一个 是 这个落在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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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是这三个人 哪一个把落在强盗手中的这个人 当作自己的邻舍了呢 而提笔作书之人 把他写成 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 被挨揍的这个人的邻舍呢 这就是这个律法师的逻辑 他们认知的道理 包括祭司长 包括什么立位人 包括法里塞人 撒作该人 又是什么文士博士 他们这样 不是怜悯他的 这也是耶稣跟他辩论争论的焦点 说我们指那个人是母灵舍 我们应该去爱他 而耶稣管他那个祭司 还是那个立位人 撒作利亚人 都是灵舍 任何人都是灵舍 任何人都是母亲 任何人都不能都是灵舍了 所以耶稣爱仇敌 仇敌也是灵舍呀 一样的 所以说耶稣为什么来这况要爱仇敌 就是从旧约祖宗流传下来的 教训 做所谓的 见命里头来的 爱临舍如同自己呀 我们的临舍 有时候也是我们的仇敌呀 如果你认为是有仇敌的话 所以要爱每一个人 只要他撇这个人皮 有个人形入神 能够我们交流 能够分享 我们就和他当人去对待 就这么简单 管他是什么仇敌 还是临舍 还是什么 走过去不看了 这些都不重要 这仇敌都要爱 所以真正争论的是 这一个人 律法师就说 临舍是什么 什么是临舍 那他肯定他有大的答案 他问耶稣吗 他示范耶稣吗 就说 也许是个例子 那 撒玛利亚人 是临舍 把这个 是强盗手中的 这个人的临舍 所以我们才就要爱这样的人吗 他们爱我们吗 他们能帮我们吗 而耶稣告诉说 回答的是 问的问题是 哪一个人 把这个被强盗打 被强盗强 当做自己的临舍 这又撒玛利亚人 而那些 饱读经书的祭司 利未人 不过这对法师还觉得 不是 因为他不去爱他嘛 那跟我没关系嘛 那是我们的仇敌嘛 甚至于认为 所以 这个 而这个 律法师就是怜悯他的 怜悯那个爱达的人 就那撒玛利亚人 才是我们的临舍 我们要去爱他 所以耶稣那爱你 你去爱那 爱你的人 有什么奖赏呢 他本来是爱你 你欠人家的嘛 所谓的爱他为我们付出嘛 爱我们是为我们付出 那我们再爱回去 那不就是平等了吗 有什么奖赏 没有多余的赚取啊 没有多余的功德的 你也没有什么奖赏呢 争了到最后 那么就怎么着呢 那当然 谁把那一个当临舍呢 那就是撒玛利亚人 把那个被抢的人 当做自己的临舍啊 他最爱他呀 所以耶稣 你去照样行过 就是你照着撒玛利亚人 那个样子去做吧 跟自己不认识 落难了 就帮助他 把他当做自己的临舍 而不能像 祭司和那个利亚人一样啊 看见了 假装没看见 冷漠无情 那就违反神的业命 你没有把临舍 与自己一样对待吗 所以我觉得我讲清楚了 我想大家也能听清楚了 这就是一个辩论 辩论的过程当中 究竟 什么是临舍 什么是神 什么是主 这些当然都有 这后来的人 因为也没理解得了 也确实是 你想记录这个东西呢 叙述的人和记录的人 也没理解得了 但是这种事情呢 提笔作顺之人 就也是通过这种 就是因为明不正 言不顺 没有把这个事情 描解清楚 以至于到现在 我跟一些朋友 跟基督教朋友 也都讨论过 说这样啊 就要去 哪个是他的临舍 就是怜悯他的 我就撒玛利亚人嘛 撒玛利亚人 才是那个挨打的人 的临舍 所以他们之间 要相互爱 而那些 叫大家 这个其实 这也是一个 模糊边界 转移概念的过程 叫我们认为 要爱我们的人 不爱我们的仇敌 从这 如果这个话 你那么去理解 就是在 敌耶稣 反对耶稣 以耶稣为敌 以耶稣讲的话为敌 认为耶稣 讲说爱仇敌 是错的 因为你这里都 只有那个才是临舍啊 那剩下那两个 祭司和那个立位人 那那那不是 那是我们不想爱的 而是在耶稣的 真理的 道理 天道法的 这个福音里头 我们要爱 我们的仇敌 尽管是 祭司 立位人 都没去帮这个人 我们作为 不管是作为这个 爱打的 被抢的 还是这个 撒玛利亚人 不管是谁 如果我们真正的 想去做一个完全人 我们他们也爱的 他们爱不代表 他们做的 我们就赞成 我们反对 他们这种冷漠无情 但是遇到 他们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还也去帮助他们 尽管他遇到这种情况 没去帮助别人 但他遇到这种情况 被强盗抢劫 爱顿揍 爱顿打 我们也要帮助他 跟他帮美 帮助别人 冷漠无情 没关系 我们把他当作一个人 去干 当作同类去干 他做的那些冷漠的事 他自己去承担 我们反对 我们 因为他跟真理相悖 所以我们是不赞成 爱祭司和立卫人 那种做法 但是我们 还是要爱他们 更何况 如果是那个强盗 那强盗也是我们的邻师 他只不过无名 不懂道理 抢劫 抢劫 这种事情 我们是不赞成的 但是强盗 抢劫 这些人也有落难的时候 他们落难 跟他们抢劫 和落难 没关系 他们抢劫 落难 我不说他们对 而是他们遇到同样情况 我们也要去爱他呀 也要被抢劫了 被 挨了揍 那我们也要去 照顾他 去怜悯他呀 是一样的 这才是 真正的爱 真正的遵守神的诫命 所以这一段 讲完了 要讲的确实也太多 这两句话讲完了 就是怎么做 就完了 又到时间了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